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到现在还是KTV必点金曲 陆续出演的电视剧成为了亚洲好几个国家的收视第一 还因动人心弦的歌喉与表现力被称为小蔡依林 前半辈子的她是稳稳的人生赢家 然而如今年近四十不仅事业停摆 出席活动的状态也被误传整容 从红的发子到闽然众人 这位甜心教主命运多舛的一生还得从那几段孽缘说起 1982年9月5日 王兴林出生在台湾新竹的一个军人家庭 彼时的她还不叫王兴林 叫王君如 家里除了她还有个弟弟 母亲有抑郁症 经常打骂王兴林 四年级的时候父母离婚 她和弟弟判给母亲抚养 童年父爱的缺失 母亲的苛责 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王兴林从小就渴望关爱 王兴林遗传了母亲的好嗓子 一路歌声走入造星摇篮 滑岗溢笑 2002年 王兴林20岁 在好友介绍下参加歌唱比赛 一首淘金银的《离开我》 让她从一众素人中脱颖而出 彼时 日本爱贝克斯音乐也在台湾 一眼就相中了极具天赋的王兴林 年纪轻轻的王兴林 成为日本爱贝克斯音乐在台湾签约的第一个艺人 2003年4月24日 公司将她包装为一名可爱型的偶像歌手 还发布了她的第一张专辑《Cindy Baggins》 里面还有首如今的KTV《弊点》歌曲 由林俊杰编曲的《当你》 2003年9月 她出演了《西街少年》 获得一致好评 伴随着《西街少年的热播》 《当你》也传遍大街小巷 一年之后 《爱你》也红得一塌糊涂 盘踞音乐周榜冠军长达四周 力压蔡依林的新专辑 经此一役 王兴林晋级为亚洲炙手可热的偶像歌手 2003年6月 公司砸下重金 花600万为她举办了首场演唱会 被命名为《梦幻游园地》 好运还在继续长相甜美的王兴林尝试跨界 2003年9月 王兴林第一次正式主演偶像剧《天国的嫁衣》 就获得了年度收视冠军 2005年 她又连续发布了三张专辑 都大获反响 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百万 2006年 她所主演的《微笑pasta》再次火遍亚洲 同年 她出演同类型的桃花小妹 在新加坡 日本等亚太国家稳坐收视第一 王兴林迎来了属于她的时代 说是老天爷追着喂饭也不足为过 然而 收视女王的神话到2011年戛然而止 2011年 她参演《爱上扎美乐》意外暴冷 这位收视女王的陨落全都要拜那几个极品前任所赐 15岁 王兴林就遇到了她的第一任男友欧定星 她曾扮演过《流星花园》中山菜的好朋友 两人情斗初开 可交往两月就暴露出了男方偷窃劈腿之事 两人的感情很快破裂 2000年 刚高中毕业的王兴林被导演看中 在《车正在追》这部剧担任女主角 男主角叫范直伟 范直伟并不是什么好人 在两人交往的六年中 她有两次出轨 但王兴林都心软原谅了 范直伟明知道王兴林公司不能公开谈恋爱 女方守口如瓶 但她却在节目上大秀恩爱 19岁的范直伟出长到炒作八卦带来的甜头 后续的事也几乎是顺理成章 2005年 两人正式分手 2010年 一组范直伟赤裸着上身 王兴林穿着单薄衣服的亲密照 在网上流传甚广 而这组照片的来源正是范直伟的回忆相册图 此时两人分手已经长达五年 范直伟一面声称自己发言不得体 一面她高谈阔论王兴林的私生活 采访时范直伟直接的指出 王兴林的初夜并不是她 不仅如此 她还指名道姓王兴林的初恋 认为王兴林的第一次给了她 而更大跌眼镜的是 沉寂多年的初恋 欧定心竟回应了范直伟 欧声称 虽然说两人谈了两个月 但是仅限于亲吻拥抱 没有过多的行为 原以为这就给闹剧画上了句号 可范直伟的疯狂还远远没有停止 劈腿谈女方初夜就算了 这个男人还家暴 在采访中 她扬言曾经打过王兴林两次 一次是在机场 而另一次则是在中校东路大街 都属于人来人往的地方 而就在燕照门发生十年后 也就是2020年 范直伟还惦记着王兴林 2020年3月 她在社交平台依然暗讽前女友 将相关视频转发内涵 该视频博主盘点了一众女明星的初夜 在视频结尾强调了王兴林的初夜门 这又让范直伟看准了炒作的机会 只可惜路人早就洞悉渣男品行 谩骂一番热度也就散了 范直伟的纠缠告一段落 可王兴林的厄运还没结束 很快 王兴林又遇到她的第三个男人 姚元昊 比起曾当影帝的范直伟 姚元昊没有代表作 她都是依靠炒作恋情而走红 交往的历任女友都是强于自己 与这样的男人交往显然危机四伏 可王兴林还是义无反顾地陷了进去 当时姚元昊有一个大两岁的女友叫隋唐 两人已携手走过八年 隋唐就是那个对着黄小明说 不能吃兔兔的女演员 拥有魔鬼身材的她是台湾知名的模特 而就在隋唐与姚元昊交往时期 恰巧有新人拍到 王兴林与姚元昊海边度假 一时间第三者介入风云四起 虽然王兴林失口否认与姚元昊同游 但姚元昊和隋唐还是分手了 八年的感情并不是说断就断的 2011年9月姚元昊又和隋唐复合了 可破镜重圆哪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分手期间姚元昊尝试与演员红小明交往 复合后的姚元昊依然不老实 有狗仔拍到姚元昊楼下停着王兴林的车 这些捕风捉影的报道越来越多 直到2012年5月 隋唐受不了和姚元昊正式分手了 或许是早已冒合神离 姚元昊并无太多表现 倒是隋唐开始大吐苦水 话里话外 隋唐都暗示有第三者介入 当记者直截了当问那辆白车是否属于王兴林时 隋唐转移话题还称祝他幸福 这一句直接将王兴林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了洗脱冤屈 王兴林召开发布会 他说绝不允许自己成为感情中的第三者 王兴林眼里泛着泪光 旁观者也真假难辨 但他楚楚可怜的样子也确实博得了路人同情 可事实上 王兴林与姚元昊真的没有交集吗 事件很快迎来更大的反转 发布会没多久 舆论漩涡中的两人就开始了隐晦的隔空互动 监视王兴林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巧克力布朗尼的照片 而后几天 姚元昊也公开说自己最擅长的 就是做巧克力布朗尼 尽管工作室接连否认 但观众也不是傻子 以起言语上的小打小闹 真正的实锤还得是实质性的照片 2012年跨年日 两人被拍到在家中亲密拥抱 恋情曝光 也意味着王兴林的介入一说 可信度直线提升 也是这一次王兴林在观众心中的清纯女神滤镜 有了巨大的裂痕 可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 越是被世俗反对的爱情 越是执迷不悟 王兴林愿意为这份爱情放弃一切 他不在乎那些世俗的眼光 在演唱会上 公然宣布与姚元昊的恋情 可一边是大胆是爱的女方 另一边的情况呢 唯唯诺诺的姚元昊 面对节目的两次追问王兴林 才略显迟疑地应了声 没有担当的男人 从一开始就露出马脚 这段感情维持了四年就无疾而终 可姚元昊跟范直伟一样 令人窒息的操作永远都留在分手后 五个月后 姚元昊在社交平台上 曝光了王兴林紧穿上衣 身着内裤的熟睡罩 王兴林的公司再也坐不住了 谁能忍受自家一人私密照两次被渣男外流 团队也不是吃素的 决定采取法律手段 姚元昊看到这种铁血手腕 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火速道歉 声称照片是两人美好回忆 出自他手 但并不是偷拍 也非本人发布 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 却是在举起法律武器后才姗姗来迟 明眼人都看得出个原委 然而王兴林却看不穿 他又因渣男的虚情假意动摇了 之后他放弃了法律维权 再一次心软 直过境迁 两次打击的王兴林迟迟未能走出渣男阴影 2017年 王兴林被曝出富二代男友蓝卫文 可王兴林对感情早已没了赴汤蹈火的热情 这段恋爱昙花一现 很快不知所踪 虽然2020年又被拍到两人同框吃饭 王兴林还贴心为男方整理领带 但终究有缘无分不了了之 2013年王兴林试图转型 但用力过猛 一下子从可爱转变为妩媚女人 跳戏严重 大众接受无能 陆陆续续 王兴林接过几个真人秀 但并未生根 因此也无太大水花 不不担心 在2018年 他又与粉丝闹了矛盾 他对粉丝出言不逊的事 被传得沸沸扬扬 网络上骂声一片 渣男的连番轰炸早已让王兴林失去了工作的激情 从2015年到2018年整整三年 仅出过一张专辑 除了2019年的全国巡演 王兴林其余的工作几乎全部停摆 就这样 王兴林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曾经的少男杀手田兴教主 也逐渐成为传说 不仅事业不在 引以为傲的甜美面容 也成了大众调侃的物料 2016年他被卷入整容风波 有人曝光了他崩得厉害的机场照 在照片里 他的脸部浮肿僵硬 整容失败的言论甚嚣尘上 虽然不为人知的是 这是他拍剧时 换极性蜂窝组织炎症 留下的后遗症 难道多灾多难跌入谷底 这就是一代天后的终点吗 事实证明 王兴林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他也同样具备 重启人生的能力与勇气 2021年3月份 王兴林发布了新专辑 心灵冒险 一切从头开始 39岁扬帆启航 又何尝不是一场 惊心动魄的冒险呢 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快迈入四十大门的 王兴林开始社交事业 健身旅游 重拾生活的美好 在社交平台上 他经常晒自己的健身帐 托举80斤杠银 尽管将近四十 但王兴林的身材 依然保持得与少女无二 纵观王兴林的前半生 花样年华被渣男环绕 他的事业也随之一落千丈 其实抛开渣男追根溯源 也有王兴林自己的原因 任由范哲伟肆意重伤 不愿与姚元昊正面对抗 未能多次尝试转型 王兴林的内心始终 还是那个缺爱的小女孩 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时至今日 经过渣男的淬炼 王兴林已经脱胎换骨 我们也能从她岁月静好的分享中 看到她正一点一滴 将生活的重心 放在自己身上 而如今繁华落尽 多次情商的王兴林 依然截然一身 但对待爱情 她一如最初的虔诚与孝望 看清生活的本质 依然热爱生活 大抵不过如此 也祝愿她能找到真心之人 相伴于生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余姐的话 别忘记点点关注哟 那么有问题